那大家也是很關心在 屏東 在Delta 這樣的一個群聚 那這裡面 那因為這個14734 它的基因定序也出來了 雖然昨天我們跟大家講可能要兩天 但是 我們這邊的還是積極的漏液來做 所以這14734也確定是我們的Delta 病毒株的變異株 Delta的變異株 那他太太的也確診14816 那他的基因定序還沒出來 不過從這裡看起來這應該是 一個等於是Delta變異株的一個群聚 雖然這個14734 現在的疫調我們積極在進行 屏東縣 政府這邊也非常的努力 但目前來講 還沒有找到這個關聯的感染源 當然是有一些假設 那從那些假設 那盡量再去查 那整個這樣的一個變異株的群聚裡面 他居家隔離總共176人 那有2人重複匡列 那有171位是陰性 那5位在檢驗中 那其他的追蹤的對象 昨天我們這個 同伴機的接觸者38位 其中37位 PCR陰性 那1位已經出境 那回來 如果回來的話 我們會再採 所以基本上在這個同伴機的接觸者 PCR現在目前都是陰性的 那當然昨天再問有關於台南 台南的群聚 我們有查他的那個 他的基因定序 基本上還是英國 他是一個 英國的變種 變異株 英國的變異株 所以這2個 台南跟屏東的這2個應該是沒有關係 那整體大概 屏東這幾天也是非常的積極 那鄉民 縣民也非常的配合 所以在社區的快篩站的執行的情況 速度 算很快 那範圍也做得很大 先從100 300 400 500到昨天 昨天一天 坐了2197人 總共坐了3697人 那當然昨天2197人到 到經濟栽為止 1416人是陰性 那區域781人在檢驗中 這結果應該是傍晚應該會出來 那明天再跟大家做報告 所以匡列的範圍大 那篩檢的人也多 那目前來講 沒有看到他擴散的一個 跡象 那那但是接下來這些採檢 今天也在持續 在進行 所以他還在評估說 是不是能夠在 仿寮的北色寮市場和魚市場 再加設篩檢站 那屏東 屏東縣政府也是有計畫性的 那一波一圈圈的就往外再來做 希望能夠把 整體的疫情能夠利用篩檢 把潛藏的 病人競速找出來 然後競速的匡列 那這是社區篩檢站 他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 14734 14816 現在還沒有這個歸債 這個同 雖然看起來是同一個 便宜株 可是這關聯性還沒找到 所以在這裡面 大概是有會懷疑說 是不是在醫院 有可能的一個接觸 但是目前沒有這樣的 一個證據 不過因為醫院裡面也有接觸到其他的 一個確診者 所以他還是一樣 6月18到30號暫停門診 急診 那全院做一個清消 那與這個案14734 14816 同時 門診的就醫民眾都列為居家隔離的 對象 並安排檢驗 那寬列相關門診就醫及陪病家屬的名冊 那由衛生單位追蹤及採檢 那針對全院 全院的 就是工作人員及住院的病人 含外包看護工 住院病人陪病家屬採檢 然後預計第7天 第14天後再執行一次 那目前已經採檢263人 67人陰性 那至於他的接觸者的匡列 總共匡列了300 300 應該是總共匡列是應該是400 400人 那其中有一位陽性 那這位陽性 就是我們剛才講這14816 14816 就14734 的 棋子 那其他這邊全部都已經到 已經列到 那個 安排在入住集中檢疫所 那這些檢疫 我們是準備在入住檢疫所之後 再來做這個 因為在裡面很集中 那所以派醫師人員進去那邊可以做採檢 那檢驗結果出來跟大家報告 那現在目前當然檢驗的數目還少 大概只有36位是陰性 一位是陽性 那其餘的檢驗出來再跟大家報告